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是魏維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解過這個小任務 格魯德遇難者 我人是在這個地方 地圖的 西南方 有點偏西南方 這邊 這邊有一個小任務 你可以解 這叫格魯德峽谷入口 如果你在這邊的話 你會看到有兩個人 我們跟他對話一下 他說他們的同伴走失了 有三個同伴 叫做格魯德峽谷的遇難者 我們來幫助他們找他的朋友 那我們就來往格魯德峽谷這邊出發 不過你在 走到這個格魯德峽谷這邊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個 格魯德族的人 他會說接下來的區域很危險 你可以坐交通工具直接繞過他 不過他如果你要用走的話 他會跟你有一段對話 他覺得我們要有足夠的知識才能繼續往前走 他會問你的第一題 以下哪一種方法可以遇寒 我就說留在營火旁 這是暖身題 第二題 比較難一點 天氣熱的時候 站在什麼地方比較涼快 我就說陰影的地方 第三題 是相當難 能夠讓料理具備抗暑效果 才知道是什麼 我就選冰冷蘑菇 最後一題 格魯德峽谷裡面哪個地方的溫度 無論昼夜都不會受影響 在洞窟裡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解這個任務 我想說我們在繼續解任務之前 我們在這邊訂一個 訂一個傳送標記器好了 我們把本來這個傳送標記器 之前我們在解雷斯神殿附近的神廟的傳送標記器 回收一下 然後把它訂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回來直接結束這個任務 重點是我們要把所有的 他們的同伴都找到 才能結束任務 第一個 我們要找的同伴就在前面 應該不會錯過 就直接往前走 你看到這邊有個洞窟 他同伴在裡面 外面有個蜥蜴戰士 這個蜥蜴戰士是那個 火的蜥蜴戰士 你用冰的劍去射他 應該說冰的 冷氣果啊 去射他的話就會冷掉了 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遠程弓 我用這個魔像之鋼弓 然後我來 附加一個冷氣果 他就被蒸發掉了 很可憐 在這邊我們就會發現第一個 第一個走私的隊員 我位置在這邊 這邊可以找到第一個隊員 我來跟他講一下話 我外面有蜥蜴怪物 那就還是一樣 我們用冷氣果 用弓箭配合冷氣果 就可以把這些蜥蜴戰士打爆了 這是一個洞窟 洞窟有魔幽衣 魔幽衣在上面嗎 太棒了 這個任務還可以解魔幽衣 我們來跟這個 老兄講話一下 跟他說你可以回去 這是我們找到第一個夥伴 這邊有些武器看大家不要拿 我就不拿了 然後我們繼續沿著這條路 往前走 卡邦達我就 之後再幫你好了 我現在在解支線任務 我沿著這條路一直走 你會看到 應該是另外一個洞窟 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NPC 在那個地方 那邊才是我們要找的人 不過這邊有個洞窟 我們就順便進去 參觀一下 這邊也是個洞窟 這邊也是個洞窟 然後裡面應該也會有一個魔幽衣 在這邊嗎 在這邊嗎 我感覺在裡面 這邊很不錯耶 有光亮花有寶石 就來上去一下 通天樹一下 這邊雖然沒有第二個隊員 但是 很值得進來 然後在前面那個冒煙的地方 是第二個隊員 第二個他們要找的 夥伴 第二個他們要找的夥伴 喔 衛士還在這邊 這邊有第二個夥伴 我們來跟他對話一下 他需要水之果 如果你有水之果的話 可以給他 這樣我們就解救第二個夥伴 我們還是他最後一個夥伴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繼續沿著這條路 繼續往前走 繼續往前走的話 你會看到有一個 欸誰還在這邊 有一個 對對在這邊 有一個水晶 我剛才怎麼會錯過 我們可以順便運一下水晶 我們跟這個水晶對話一下 這樣我們就知道 可以把他運到哪邊去 就順便解一些支線任務 然後順便運送水晶 然後順便解磨優衣 然後順便解磨優衣 我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 交通工具 想把水晶放在後面 我們有四個風扇機喔 應該是 OK應該是 可以順利 運送水晶 我剛才好像在這邊看到一個 看到一個克洛格 我找不到他了 算了 我本來想要順便運送克洛格的 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來運送這個水晶 怎麼有點歪的感覺 水晶太重 水晶太重 然後小心大家的 電池 不要沒電 這邊沒電應該還好 這邊有個克洛格 他想要前往朋友身邊 我們跟他講話一下 他朋友在前面 希望可以幫到他 我把這個燈拿掉 然後前面在 在克洛格 後面在水晶 還可以 還可以 可以載這麼重的東西 好 順便運送克洛格 這次陷入很多順便的事情可以做 喔 起飛沒有問題 有時候起飛會卡到 我們就把水晶運送到神廟這邊 我們先把這個神廟打開來 神廟的位置在這邊 好 大家還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要進去 我們要去找最後一個朋友 我們從這個地方 直接上去 我記得朋友在這個附近 我們就搭乘了這個交通工具 然後上去看這上面有沒有什麼 有營火的感覺 應該就在上面 有沒有 這上面有個營火 我就記得在上面 我現在很熱 我來換個衣服 換個熱殺套裝 講大家跟我的 順序來解觀的話 會非常方便 順 這邊就是第三個朋友的位置 位置在這邊 我只記得就是你撿到神廟這邊 然後你就是往上走就對了 你就可以在神廟的附近 看到這個朋友 他要暖暖草果 我剛好有暖暖草果 這樣我們就解了所有的朋友都找到了 我們就算解了這個任務 找到所有的同伴 我們要回去覆命 不過在那個之前 我們先把我們自己傳到剛才那個神廟這邊 因為我們剛才有打開 所以我們可以傳送過去 果然沒有意外是老魯的祝福 這邊的寶箱有 然後我們來拿祝福之光就可以離開了 離開這個神廟以後 我就把我自己傳回剛才我們訂的這個 傳說標記器這邊 我像這樣大家都回來了嗎 所有的隊員都回來了 想要給你十個炸彈花 如果你解了這個任務的話 大家就解過這個任務嗎 葛伍德俠谷遇難者 這是今天的 薩達丑丑王國生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